刚刚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用A模式 OK 记得你如果用A模式的话 一定是要在这个程式的话 一定是要在这个for回圈 这个for回圈的里面 OK 那如果你假设用 就是增加一个字串 有没有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之后 那你的位置一定就不是在这个for回圈里面 而是这个for回圈跑完之后 有没有 你再去做存档 有点像是全部串在一起之后 再一次把它写到档案里面去 OK 那两个各有缺点 我刚刚提过 我好像似乎这个方法好像比较OK一点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刚刚这个模式 它会变成说你只要一直行 有没有 然后它这个档案已经存在了 所以你下一次用A模式的话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变成说呢 有没有 这个地方我看 AA 这个地方它要膨胀 171KB 所以如果你再跑一次的话呢 它可能又更大了 256 所以你再跑它一直大 所以怎么办呢 几个方法 要不然就是说你当你第一次放三重的时候呢 那是W模式 之后的话呢 那就就是都用A模式 可是这样也蛮麻烦的 你要判断说是不是跑三重那一次 for i 所以 i 如果等于零的时候 那就用W模式 不是零的话 那就是A模式 可是这样程式有点相对是复杂了 OK 要不然的话还有一个方法 因为OS这个模组里面 它有个删除的方法 有没有 它比如说三档 三资料夹 或者改名 反正它就是OS作业系统里面 会用的那些方法 OS里面都有 至于那个细项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原材上好像有放那个方法 那其中的话就是说 我可以先怎么样 可以用OS这个模组里面有个叫remute remute的话就是说 当我执行的时候有没有 我可以remute在这里 remute的话就是删除档案 然后档案名称的话 刮胡里面就放这个 就是C冒号底下的这个OR 当我怎么样 当我执行的时候呢 我就先把它Kill掉 有没有 把它删掉 那它的语法就remute remute就删档的意思 OK 所以呢 当我执行的时候 那我就先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看一下 它就86 86打开 应该三重 所以得到的结果就是 先把三重打开 那一个尾巴有放两个换行 所以这边一个换行 这边一个换行 那就中立了 然后再往下 中立的下一个应该就档口 一样是这边有个换行 这边有个换行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就是会一个档案 然后两个换行 分隔 有没有 就是两个反斜线 所以哦 你说是为什么你特别要放两个换行 其实呢 这个是有预留伏笔的 因为等一下呢 我们会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在把它 对 现在是合并嘛 对 25个 那我 待会是希望可以再把它 把它怎么样 把它分割 我待会是想要做一件事 就是我把它合并之后呢 这25个档案 我是希望把它delete掉 然后呢 你说老师delete掉 那就没有了 对 我们是希望再透过all.txt 再把它还原回去 OK 那这样子 难度 你说老师 难度不是很高吗 其实倒也是还好 因为 如果你有看到预留伏笔的话 你大概就知道 它每个档案跟档案之间 会有个分割的地方 就有点像之前的资料 跟资料是斗点嘛 那现在是什么 两个半行嘛 就反邪恋恩反邪恩嘛 那反邪恋恩反邪恋恩 就是哦 不能 其他地方不能重复哦 所以一个反邪恋恩不行 我有一个反邪恋恩 其他地方也都反邪恋 那这样就切割不了了嘛 所以如果假设 你希望能够预留伏笔的话 尽量哦 那个地方哦 那样的 就一定要是不一样的哦 那我在想说这个反邪恋恩反邪恋 这个应该其他地方不会啦 可是如果你怕万一的话 可能你就是自己在做一些比较特别的 比如说可以再加一个什么小小老鼠符号之类的 那以后再去做切割 就比较不会有一些什么万一 因为刚刚好 就有地方是两个换嘛 那就糟糕了 OK哦 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个反邪恋 反邪恋恩反邪恋 那之后可以用Split函数有没有 Split函数可以吗 把它切开来 Split里面就放两个反邪恋恩 这样他就他就把档案在档案中间切开 切完之后就放在一个串列里面嘛 那我在分别针对那个串列有没有 去做分别存档 那存档还需要一个东西 就档名副档名嘛 那档名副档名的话 我刚好算过 好像这个位置算到这个位置 刚好第16跟第17个字 有没有 所以第16跟第17个字 而且我刚好这边也还蛮 刚好就是都是他原来的档名跟副档名 刚好都放在16 好像15还是16啦 你们等一下算一下 因为我之前有算过 看一下 这个云端上其实也有 底下 这边就有了 合并回来 再分割 然后这样 这里 再把它分割 这个地方有分割 那位置刚好第16、17啦 那你说老师那我怎么知道第16跟第17个字 是怎么把它取得那个字 很简单 中瓜胡 中瓜胡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它当一个字串 字串的话 如果你要取第几个字很简单 中瓜胡 然后中瓜胡是range 你就给range 所以如果你是第16、第17个字 有没有 16、17 那你要怎么叙述 一样哦 它的range一定从0开始 所以 第一个字就0哦 所以第16个字的话就要减1嘛 对哦 16、17嘛 所以16、17的话分别 减了1之后呢 15、16 所以呢 你给它的这15冒号 然后17就停下来位置 所以不会取17 而是会取到16为止 有没有 这个应该有这个概念嘛 这样就可以有答案 只是真的有点满不太容易的 OK 所以你们等下想想看好了 所以第一个 我是希望说把这个地方 增加一个什么 OS Remove的这个方式 OK 可是你说老师 他可是OS 连remove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个状况发生 什么状况 如果呢 我今天呢 如果是第一次执行 他并没有all.tsd 那你直接remove 他会发现 他会翻戳 因为他找不到这个档嘛 我看一下 找不到这个档会翻戳 有吧 有没有 系统找不到这个档 所以 所以呢 你还必须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 因为你要删除他之前 你还要先检查 他有没有存在 就是if 那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存在 他跟各位讲 OS 这个模组其实有一些方法 我好像有一个清单 我在上面有放一个清单 他有一些还蛮常用的一些 这个这个功能 我好像记得我在上面有放一个一个表 好像在 就是有一个 那其中他有一个功能 就是 这边 这边 底下 在这边 第32页的地方 我们已经用了这个OS.work 那其中OS的履幕也有用到 其实他有一个方法 检查是否存在 叫做OS.pass.edit 离开就好了 有没有 所以 加一个if 如果 这一个档案存在的话 OK 就删除 那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就跳过 这样不就OK了吗 只是 还是有点麻烦 你说老师我还要检查 然后检查之后还要删除 所以我觉得方法2比较OK 因为方法2这些事都不用做 你就可以少写这个 那变少学了 OK 你就多学 反正将来会用到 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也我觉得蛮常会用到 因为你要先检查某个档案存在 你才能做哪些事情 OK 好那试一下 应该这样就OK执行一下 没有问题了 他就不会有找不到档案的错误 执行看一下 O.d86 没问题 再执行一次 是不是86k 也是86k 有没有 档案不会变大 OK 只是说你要辐射代价 就是你要学会 OS.renew 跟os.pass.is this OK 然后再检查 OK 那你说老师我不想要这样子的话呢 很简单 如果你不想做 你就是Ctrl-1 你说不要 那没关系 Ctrl-2的话呢 就是请你在这个第二个4圍圈的上面增加一个S S等于空的 意思就是说我read了之后的话呢 我就把它串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 这个是空的 然后你就是当S S加就可以了 S加就是累加了 意思是说呢 我预设里面没东西 那我当我开三重的时候 我就在三重 不对 应该是 这样会不会是读进来 可以可以 这样 读进来之后呢 把三重后面尾巴加 两个换行 然后呢 放到S里面去 再来就是中立 再来就蓝头 一类推 OK 有没有 可是记得哦 你这边的话呢 就不能够 就是每次都存 那边你要按两下 Shift-tap Shift-tap就是 等于是凸排了 刚刚是缩排 你把它凸排 凸排到最外面的一个 这个最前面 然后就是当它全部跑完25个之后 全部串进去之后 再一次存档 那这个时候就不用A模式 你直接用W模式就好 为什么 因为它 基本上写进去的 就25个档案里面的东西 OK 应该这样 这样好处 就是这两行呢 就不是必要的 OK 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 简单一点点 执行看看 所以这个部分 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档案有没有建立 我把它直接删掉 如果把它删掉 执行一下 没有错误 那有没有得到86k资料 看起来应该有 三重 没问题 这边是中立 也没问题 所以如果再执行一次会膨胀 应该不会 因为它是W模式 所以这边的话也是86k 所以这样的写法好像 会比较简洁一点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另外一种 所以刚刚主要是 如果你用A模式的话 那你一定要写这两行 可是如果你用这个串完之后 没有 再把它一次写进去的话 有没有 所以这边记得 会增加一个S 会增加一个S 然后这边的话就S等于S加 全部把它串一起之后 再一次写进 这个地方记得要凸排一下 OK 好了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全部做完之后 我们后面如果希望 把25个档删掉 所以待会下一道题呢 就是 手动 把25个档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O.T.A.T.A.T.产生了嘛 那我就把这25个档怎么样呢 把它全部Delete掉 4 不见了 好 那下一段呢 就是心里在写一个Module 这个Module里面的话呢 就是希望怎么样 从O.T.A.T.A.T.E裡面 把它分割 那分割的话 因为他本来 这个档案跟档案中间 预留伏笔 反斜线跟反斜线 μου基因 所以SBREET之後 那在把它跑个回圈 分别把这个串列里面的 25个档 被这个可能会有个状况 因为这边最下面会变成多一个 因为每一个档案后面都有反键 所以后面你一切之后 他这边也切一个 他变成说是有20 应该是25个档 他变成26个 为什么呢 因为最后这一个 他会多一个 所以变成这边是 如果是编号是25 这边是24 所以变成多一个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跑个回圈的话 可能要把那个总长度要减1 为什么要减1 因为最后这个是空白的 你不能把空白的也把它存一个档 而且会出错 另外的话就是说 他的档名位置 档名刚好第16、16、17 所以我们可以记得用中瓜 找到他的档名的位置 OK 这个等一下我们来看 所以我们基本上 如果这个可以写完 那我们可以合并也可以分割 也可以合也可以分 这样才很方便的 以后如果你假设要做一个总表 那你就把它合并 如果你要做个别的报表 那你就把它分开来 这样不就可以合可以分 试一下 的话 哦 好